中国在认定台湾构成贸易壁垒之后 昨天宣布 明年元旦起 终止ECFA当中的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 导致关税将会从0%调升回到2%到10% 有学者估计 台湾业者一年要多缴大约5000万到7000万美元 而行政院长陈建仁直言 中国此举的政治目的是大于经济目的 继中国商务部日前认定 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后 中国国务院二十一号再公告 明年元旦起 台湾的丙烯对儿杂本等十二项石化产品 停止适用ECFA的关税减让 国台班发言人朱凤莲随即指出 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造成 但如果两岸关系回到正轨 双方可在九二共事基础上协商 解决经贸问题 适逢台湾大选将至 让行政院长陈建仁直指 中方的政治目的大于紧急目的 我方已经展现最大诚意 都是呼吁在WTO架构下 双方可随时协商 为中方人致意而为 又中方在调查报告时间上 有刻意安排 显见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 实属经济胁迫 陆委会更说重话 要求中国别试图借选 指出中共当局避开现有 WTO及ECFA的争端解决机制 完全不符合规范 如此伤害两岸关系 是损人不利己的作为 至于对台湾的影响 我方评估创极有限 经济部则指出 中国二零五年全力发展 石化产业后 台湾业者就已经主动分散市场 去年出口到中国的石化产业 只有约二十亿美元 会在针对受影响的业者 加码补助与辅导 接下来吴家宝这里报道 再次接下来吴家宝 MING PAO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